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1942年夏秋之交 抗日战争正是胶着之时 离磁水县城不远的郊外 一对日本人假扮八路军 在街上胡作非为 这一事件引起了磁水县八路军 独立团团长杨全如和蔡政伟的重视 通过情报得知是日本人所为 由此团长下令全军战备阻击日军 并擅自决定将磁水县秘密兵工厂 新造出的一批来不及运出的武器 全部用于本部队战斗 孔方给学生们上数学课 但大家却无心向学 纷纷表示要用自己的方式投身抗战 孔方告诉大家 数学和逻辑更能帮助他们实现报复 并用几次推理让学生们心服口服 向海音来到医院 求医生再给他多开一些药 遭到医生拒绝 沈老师 沈老师 你这个闹钟声音好大的了 把我们都吵醒了啦 对不起 沈老师 沈老师 向老师 来 沈老师 你是怎么搞的 那闹钟把我们都吵醒了 你自己还没有醒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给你听见 没出什么事情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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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睡过头了 你这可不是一次两次了呀 麻烦你不要告诉孔方好吧 妈 谢谢你啊 妈 谢谢你啊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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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早点 早点 早方 报纸准备好了 早饭也准备好了 早饭也准备好了 前日八路军某部独立团 在太行地区磁水县 与日军精锐之师 第一百三十六旅团 展开激烈交战 八路军 使用了刚刚研制出来的 各式新型武器装备 战斗力突然激增 毕敌上百人 连续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 胆中因寡步敌众 撤出了磁水 磁水 你老家被占领吗 别大惊小怪的 这一点我早就预料到了 那你皱什么眉头啊 我皱眉是因为 这一条新闻不应该这么播 日本人多难打啊 毕敌过百 还不赶紧召告天下 振奋明星啊 这一条新闻应该只播结果 而不应该播是 刚研制出来的武器 为什么 一般刚研制出来的武器呢 都给最近的部队使用 或者是试用 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该部队附近 一定会有一个兵工厂 根据兵工厂的一般参数 再结合这个部队的地图数据 我们就可以算出 兵工厂的位置 这儿 日军少将横尾阔 到渠州商会拜访贤达 怎么了 你知道 横尾阔是谁吗 三年前 三月二十六号下午三点 在早稻田大学的第一礼堂 当时一个日本的军事专家 给我们讲古今兵法 这个人就是横尾阔 是他 一 我军相反严重 八六军有信息武器 战斗区域在什么地方 这个人现在来到了中国 戴的就是一三六里团 以他的智商 我能想到的 他必然也能想到 很重要 战斗区 什么重要 八路军有新兴武器 说明有兵工厂 第一 兵工厂一定在一个隐蔽的位置 我要这个位置 第二 有兵工厂 必有大批的工人 我需要这些人 马上摸清兵工厂的位置 和人员的数量 是 我马上派人检查 你一届书生 教好书就是抗日了 别承认想那么多 我倒是担心你家里人 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呢 我只是关心 并不担心 我担心的只是 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你担心的是什么呀 孔元有可能在兵工厂 孔元不是在前线部队吗 他已经有一百六十四天 没给我来信了 根据我的判断 他有可能在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 那个地点 有可能就在兵工厂 立正 你们都是各联队百里挑一的高手 你们的任务 就是把握咱们的心脏 兵工厂 心脏 懂吗 心脏 孔元 来到什么情况 不知道 老大 怎么 不服气是吧 觉得整天就多没有怨气是吧 说老实话我也有 秘密的任务 应该会在秘密的地点 按理说是安全的 越安全的地方 越容易被人发现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你光担心孔元 你就不担心你爹和你妹妹吗 如果想让我爹吃亏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她做生意那么多年 善于跟各种人周全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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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写完字也去上个箱 让菠萨保佑你两个哥哥平安 起立 好 生日好 同学们好 我们去哪儿 赶集 赶集 对 赶集就是逛机 逛机 按照这个计算的话 才能有最后这样的情绪 同学们注意了 就是嘛 如果不按照这个计算的话 那么这个 也是不成立的 还上什么课啊 小时候我都大了 你还上什么课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学好知识 才能保驾未果 你知道吗 你看看 你看看 我现在 已经成这样了 你要小心 我做不住 我知道你能做出 我 我肯定够不住 什么都不会 你怎么 怎么保驾未果 怎么了 我去到学现场 开担架 我帮忙去裁东西 你别这么宁行不行啊 现在我们要好好上课 好好学习 你看看 你真是太可惜了 国家都没了 你学习还有什么用啊 现在你什么用 别吵了 你 别吵了 你这把好吃怎么办 说你呢 别吵了 我再认真地讲 你们为什么没有认真地听 邝老师 说实话 万民炮火连天 国难当头 大家对这数字 实在不感什么兴趣 那你们对什么感兴趣 实业救国 上阵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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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战地记者 我要当女兵 我要当护士 我要做飞行员 空中避敌 那你们更应该认真听讲 因为这一切都跟数学有关 我受到 withhold事 说我是 check 和地课 箱里 公老师 您这话有点太玄乎了 如果我告诉你们 任何事情 包括人和整个宇宙 都是一个数学公式 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数学计算 得出结果 原因 还有可能性 你们相信吗 不会相信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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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我昨天的计算 今天中午十一点零五分 将有一次空袭警报 现在是十一点零三分 我想 警报马上就要开始 大家不要慌 大家不要慌 这是预警 离飞机到达我们这个城市的上空 还有三十六分钟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堂课上完 同学们请坐 等一下 关门 同学们 老师 您这是蒙的吗 你今天晚上要干什么 我 有个约会 人的正常反应是百分之零点零三秒 到百分之零点一五秒 而你的反应超过了一秒钟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这说明 今天晚上你约会的对象 是一个女生 你把你和她近两个月的生活数据给我 我就能算出今天晚上你们约会的地点 我不相信 我绝对不相信 你把你的生活数据给我 把你的生活数据给我 站住 谁叫人 住哪里 说 来 我们去 数据 好 谢谢 老师 您这不会刀十个指头鼠吧 从中国春秋时期开始 从中国春秋时期开始 计算方式分为 绸算时代 珠算时代 还有策算时代 今天我们用的是策算 策算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是十七世纪数学家 奈普尔发明的一个计算方式 他比中国人发明的 丑蒜和珠蒜高明吗 任何计算方式都是因地制宜 因时发展 但都殊途同归 因为正确的答案 只有一个 今天我们选择测算 是因为他用的道具很简单 珠蒜需要一个大蒜板 而筹算呢 需要二百七十一根木筹 而策算仅仅需要十根筹码 好了 这些知识呢 我希望你们下课以后 到图书馆去补齐 下面我们进入关键的计算 这些 wasted 这些人 不得如我 我的複蜓 我准备我们下课 比我还要来 我还要去 Above you 那天啊 你看看他 我已经 Above you 我还要去补齐 我还要去补啊 干什么呀 你要和日本人看啊 别啰嗦 快去吧 再一个 你看看 龙兮路英雄火锅店 龙兮路英雄火锅店 鸳养街 鸳养街 破鸳网 不一样 你今天晚上约会的地点 绝对不是 龙兮路英雄火锅店 这怎么回事了 其实我知道你约会的地点 只是我不能说 说出来 我怕侵犯你的隐私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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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祖国的数学事业 大家想知道吗 想 豪子啊 O梯 输了 好字啊 此字是针对王门逢 不管是针对谁 都是一笔好字啊 我想认识一下这里的掌柜的 今天你约会的目的地 最后要到达的是一个床 想知道原理吗 想 初来已为时不短 单队回去 找什么急呀 再看看 我喜欢这里边的风土人情 此为虎穴 雄险之地 不顾久留 虎穴 即便是虎穴 虎穴也是在我的嘴里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你若不怕 乳菜怕也 孔老师 我们以前并没有在一起过 根本没有数据通缉 您是怎么算的 在你给我提供的这些数据中 有些是隐瞒或者是避免的 对不对 对 但是你给我提供的几次 鸳鸯街的活动行为引起了我的注目 这几次数据是 彭莱客栈探望朋友 护国宾馆探望朋友 青藤旅舍探望朋友 其实根据你以往的活动半径 这些活动目的都是一个谎言 但是你活动的规律 还有频率 这都是准确的 都是在找一个宾馆 根据目前城市大学生 重复事件的基数我来判断 你是去开房间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你和她是第一次开房间 孔老师 您没有算错 我就是那个女生 她报名参军了 下周出发去绵甸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她 就让她去找了一家宾馆 还把她献给祖国 我把我献给她 孔老师 谢谢您给我上了一课 让我知道只有热血是不行的 还得有实力 我本来想当一名战地记者 但是今天我才明白 学好数学同样可以报效祖国 我们受别人欺负 不是因为我们的武器 而是因为我们的头脑 好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爱上数学 警报马上就要响了 请大家刨警报吧 不愿意 看来意外指数发生了 要不我们继续上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孔老板 说谎话是会让你吃亏的 说谎 不可能 我一生一人 靠心和嘴吃饭 心 心不使坏 嘴不说谎 量 真的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实在抱歉 实在抱歉 好 孔老板 你跟这把枪说没有了 如果他答应 我转身就走 长官 我跟他说不着 那他就要跟你说得着了 长官 我 我不小心打了个杯盖 我 快把刹端进来 快把刹端进来 长官 请何必粗茶 停 屁哥 屁哥 干吗 屁哥咱东说吧 咱杀他几个小鬼子 你小子不想活了吧你 我不想活了 我对我娘都让小事笨子给杀了 你不想活 东西还想活呢你 闭嘴 可我早得往活 我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谁又是敢听着我动 我现在逼着谁 老实点吧你 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快出去 孔老板 你刚才说你 总不说谎 是的 不说谎 那好 那你告诉我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是个男孩 真的吗 真的 当然是男孩 孔老板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会说谎的吗 那你现在告诉我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他是谁 是女孩 他是谁 还需要我用钱来问你是吗 别接我 爹 我是他闺女 大梁坏人 太久 走 走 慢点 等等等 长官 你要多少粮 我来帮你筹 这人你得给我留下 不要跟我讨价玩家 长官 我说啊 我帮你筹粮 你没听懂吗 孔老板 我让你拿粮来换 你听不清楚吗 长官 我说的中国话 那让你听不懂吗 都没动 哥 躺不躺 兄弟 危险 不宜禁止 强声难辨 马应该认识 我们进去看看 长官请留步 我求你了 我一定替您查 长官 我认识 哪里来说 您是掌柜 正是孔良风 两行门上那一行字 不知谁人所说啊 小女孔荣 没想到 好 好字 谢谢 这是怎么回事 日本长官来征粮 我这里一定是无粮可征 长官要把小女征走 掌柜 改日在登门拜访 随时恭候 随时恭候 他人的娘就告诉你 走 爹 日本人你走了 女神呢 老爷 追不追 回去 开什么乱 回去吧 我 和本地人打交道的手则是什么 专门把共产党捕捉了 招待了 你做到了吗 没做到 没做到怎么办 李将军出发 处分你有什么用 我问你以后能不能做到 能做到 会判断 将尉殿 那是谁 快点 是 对你 五价 上一次是七价 上一个月不少于九价 去年不少于五十价 按照这个速度递减 太棒了 他们快完蛋了 不光是数量 而且还有质量 什么意思 你看这一价 是胶盒板 还有尼龙布做的 我最近看了很多 关于日本的图片 马路中间的铁栅栏 都被搬走了 要不是缺铁 缺油 缺物资缺得这么厉害 我想他们也不会投工减量 您用那些杂志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不会想要投笔从容吧 去日本留学前 我在德国的一本杂志上 看了关于恒伟阔的介绍 到了日本以后 听过他讲的孙子兵法 后来我写过一篇 关于他讲座的言论 被定为抗日分子遣返回国 去年他来到中国 来到我的家乡太行 现在又打到了我们的县里 在过去的半年里 我从报纸和收音机里听到过 他三次带兵打仗的消息 你想说明什么 他不是一个曝光率很高的人 我也没有特别关注过他 但是他现在时不时地就蹦出来 出现在我的眼前 根据这个概率 所以我想我很快会在此见到你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 你啊 就是中度心理强迫症 阿姨 你不能再吃安眠药了 我没 这个王老师 你不是说 你已经摆脱失明了吗 阿姨 你又不能相信你了 还是得抛警报 安眠药不能再吃了 再好的药 吃多了都有副作用 我觉得你 路子 是 没事 好 将军 车好了 长达到这个地步 急早冒进 违反军力的事情 不可避免 用惩罚啊 已经不起作用了 军力留下 军力翻脚 医生 麻烦你给我多开一瓶吧 这就不少了 就这些如果让月里知道了 你会给我惹麻烦 你现在睡眠 是不是指着它 不是 我是学心理学的 我可以做到自我催眠 我不就是怕自己麻烦 所以才来麻烦您吗 这药啊 还是能不吃就不吃 再给你多开 我没那个胆 你不能比我犯错误 你不能比我犯错误 医生 医生 就给我多开一瓶 开一瓶行吗 就一瓶 是 大陆军 早点夜里 八路军又抢作了我们三界退归 今天上午 工兵已经抢出完成 铁瑞已恢复通行 中国各家报纸 电台 军已报道了前天 我军有八路军的作战 说他们的行使武器 必错我军实行 我们的报纸呢 我们的报纸都说 战军各社是战略性的潜水 虎头山的地图什么都拿到 按原定计划 菜回小组将于明天还会 作好准备 地图拿到 兵发胡同山 是 小组 老乡 老乡 有火吗 老乡哪儿人呢 凤凰部 那我就再忍会儿 都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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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连长 狐连长 有情况 快跟我来 快走 快走 老乡 什么人 两个带斗笠的人 抓到了干什么 凤凰会有人带斗笠吗 胆子够大的 什么人敢探咱们的地 别想了 快走 走 把东西搁地上 把手举起来 站住 什么人 农民 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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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刚买的吧 你知不知道 这儿当地人不带斗笠 再问你一遍 什么人 我是农民 别跟他废话 把鞋给我扒了 笨子 别干什么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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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是鬼子 哪能看出是鬼子 日本人穿木鸡 大拇指和四指分得很开 你看 还真是 都礼不成这样吗 中国人 别穿木鸡 你还知道的不少啊 这是我们传过去的 现在我们都不穿了 知道吗 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叫什么 快出 走上 谁点呆了 我问你 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两个 交差 再问你一遍 到底几个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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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俩在哪儿 晚上是 凤凰部 十六库 好了 先生 您会好放弃无休 我以前很爱无休 现在觉得非常地乏味 尤其到了中国 更是难以入眠 想许您思念家乡 不 我思念中国 我很喜欢这个国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求而得知啊 目色不一定得几乎 虎莲子 陈长长 有事啊 陈伯 莲子 听说抓了两个日本特务啊 对啊 俩 一死一活 还要俩 晚上干掉 厂里的同志啊 都很关心这个事情 就谭部说了吧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 我们自己能解决的事情 就不用跟陈伯说了 我是担心这个日本人啊 是不是发现了这个地方 要不然他们怎么会派人来刺探呢 如果得知在手啊 我们为何还要在这 荒调野岭之中啊 战谱册里怎么说啊 行百里者 伴于九十 将军 何意见 一百里走得九十里 也只是刚刚开始 世人往往 时间无数 末路蹉跎 我真担心这段皇军 犯此错误 你 幽谷幽明 纤维可敬业 汇宾要地址 一直以来是日本军队的习惯 我觉得他们未必发现咱们兵工厂 不过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是啊 是啊 我觉得啊 一防万一啊 还是给团部说一说 这样吧 等今晚看着这两个字再说吧 团部正在北县苦战呢 先不麻烦他们 等我上去 你为何洗剑刀 我又洗口气 便是名义布局 便剑刀流年 口气碎雨 剑刀 真无气 春无心 养无精神 剑刀啊 源于五月春秋 穿到日本的刀法 经过多年的演变时间 不过还只是 急 刺 收 等长短动作起行小剑 非常像中国的长短剧 我希望 唐山君以后练剑刀的时候 应该用读新契机的破针子 练剑刀 不过 这可能是 际上手 也不过 离开 门 不过 我们 练剑刀 现在 从事 好 来 吃吧 不吃啊 你这脾气还挺大的啊 我 我告诉你啊 你别不吃好歹 这面我平时都吃不着 你不吃 我端走了啊 你别吃了 放开 像居士啊 不值得 我告诉你 一个水瓶可以死 它不能死在饭上 你看 你还挺居士吧 我们指导员说了 说你并不是一个冲锋在线的战士 你只是一个军化兵 促血水平很高 等战争结束了 你可以去当个画家 死在这儿 可就没什么希望了 你听我说话没有啊 当兵打仗 被抓很正常 不就是当个俘虏吗 只要战争还没结束 就会有俘虏 不是你也是别人啊 你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听人劝 吃饱饭 赶紧吃吧 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汤面 吃吧 学伍 拿着吃 来吧 别扑着这儿 快快快 可好吃了 快点 吃没毒啊 拿着 来吧 定期将检查区处证件 事名随身携带 已被查询之误解 我也是 孔芳 你回去吧 我该睡觉了 你睡吧 你睡了 我就走吧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放心 我保证不吃安眠药睡觉 把安眠药交给我 我就走了 我吃完了 是吗 你在撒谎 我吃黑给你撒娇 我什么时候撒过谎啊 我吃黑给你撒娇 说反了吧 我是心理学家 我心里有数 你心里有数 我心里没数 你把安眠药交给我 我就走 我心里有数 那天妇与妇与你 是吗 你还是不想想想飞 你一位 我心里有数 你不是想想 guys 你还boые 你一位 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 我要是不吃饭 你肯定不会那样劝我吧 你肯定还得踹我 冲我嚷嚷 爱吃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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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 你跟 你踹我 学得挺像 我跟你说啊 优待俘虏是国际原则 你听说哪条国际原则 是连长要优待自己通讯员的 那你也不能虐待我呀 我虐待你了吗 目前没有 就是 我跟你说啊 如果那个十天才狼不吃饭 那咱们今晚的任务 值得重新布置 为啥呀 他吃不吃饭跟咱有啥关系啊 你动动你的猪脑子 想一想好吧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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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总问 想 明白吗 如果他不吃的话 就证明他没说实话 怕一露下咱们杀了他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又能想到 你就是连长了 你又能在咱们 抓换你 你看 这样说 我们也能心事 去一项 然后咱们 那套你 来好 这套你 还要对你们 这套你 那一套你 去那套你 来吧 撒谎的人 肯定不是一个好学生 走了 晚安 来 空连长 今天晚上的事 你心里有数没有 我有数 不 陆达 干掉那俩鬼子 你需要几个人 行 你点吧 用谁都行 他和大嘴 一无厌功 时候不早了 赶紧出发吧 到时候我让一派长接应你们 去吧 把鬼子引得越近越好 沉住气 好 明白 你做我用 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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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别动 动就送命 后面十几支枪指着你们呢 拍手走过来 左边那个先拍 右边那个跟上 不许听 乱了节奏我们就开枪了 过来 过来 他终于听过来 开架 闪开枪 躲开架 闪开枪 闪开枪 扎开枪 你都要了解枪 荣兵 大嘴 老陆 开灯 老陆 开灯 老陆 开灯 老陆 你自己的威力天下勇佩 张忠 事有不妙乎 什么事啊 刺毁小子 只为暗示归队 以为有凶器重毁 接应他们的人 听问首相加强 为港毛党现实 立刻派一支特别小分队 尽善莫清情况 我觉得呀 必须立即向团部汇报 汇报什么 汇报有情况 对啊 情况不解决了吗 那如果还有后续的情况呢 那后续是用后续解决呀 孔联子 兵工场可是重点啊 不能出在一点问题的 谭长长 独立团刚刚跟鬼子 打了一场硬仗 现在被迫转移到 池水县以北 正在守着咱们的运输线 即使给他们发电报的话 他们手也伸不过来呀 老罗同志啊 一个大队的鬼子 那是很厉害的 但凭孔联长一个联的兵力 恐怕是守不住的 兵工场不能出现一点事情的 兵工场不会有问题的 谭长长 我跟你说吧 别说鬼子摸不到这儿 即便鬼子摸到这儿 虎头山天险不可破 孔联子啊 谭长长 杨团长当时怕我来 就是相信咱们特务联的战斗力 现在鬼子连眼都没见着的 你就让我打电报求救 这像话吗 好 有情况 赶快回去报告里长 小河尔 地者 既主 雷正 由然而是 hil 我 别动 快 不准备了 sub indo by broth3rmax 报告连长 报告连长 一股强大的日军正在金翻虎头山 赶快隐蔽 赶快隐蔽 六雷准备战斗 六雷准备战斗 一股强大的日军 原来到处理 三股强大的日军 一股强大的日军 三股强大的日军 一股强大的日军 是要組んだようです 敵の罠かもしれ 行くぞ 敵の罠かもし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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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